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来 姑娘 丁老师好 你好 来 坐这 上大学了 对 我现在上大二 大二 找谁呀 我来找我的爸爸 我叫徐梦英 今年19岁 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 我脑海中的爸爸 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我一直以为 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 但是两年前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 虽然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上学 给我过过生日 给我开家长会 但是我想找到他 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爸爸怎么不和你在一块了 在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我印象都没有 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隔着的 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 我也问过我妈妈 然后 你妈妈说你爸爸是吗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就是有一年过年 家里也没钱 然后他就问我爸爸 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 过年也回家没钱 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 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 他就转身就走了 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 我就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 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 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 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 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 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你还有个姐姐 对 姐姐跟着谁长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 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 然后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 都有爸爸 他们有爸爸 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 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 你们两个走着 怕滑跌倒了 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 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 他就坐在他爸爸的身后 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 我自己坐在后面 我当时特别难过 我就想我爸爸在哪 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小英时常问自己 爸爸去哪里了 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 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定一名的我 开家长会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 对 我前年高考 好了630多分 当时高考的时候 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 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 有同学陪我 但是到高考前一天 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 哎呀不行 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 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 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 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 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 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黑夜里 我会悄悄地流下眼泪 为什么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有爸爸的陪伴 而我没有 别人高考的时候 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 而我也没有 但是我当时还是想 就是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 就是让自己考得成绩高一点 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 就能看到我了 好孩子 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知道 他们同意吗 他们同意 我奶奶也来了 奶奶也来了 对 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 奶奶 奶奶那么年轻啊 62岁了 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2001年他走了以后 一样都没回来 一个就是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一个女孩 一个儿子 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 是抚养着两个孙女儿 我家就是每到过年过节 就是最伤心的时候 特别是除夕的时候 每家都是团团圆圆的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年夜饭 看春节联欢晚会什么的 但是我家我爷爷奶奶他们看到这些画面 因为爸爸不在身边也不知道在哪 后会就整晚的就哭 所以我家就十多年都没有看过春节联欢晚会 我每次都是很早地关了灯 怕那些微信的字眼和画面刺激到他们 我自己回我的房间睡觉 有时候忍不住我就哭一会儿 然后就睡着了 如果说小时候对爸爸的离家出走只是好奇 那么动视之后 小英的心里就多了些埋怨 是爸爸让爷爷奶奶近乎绝望的等待 是爸爸让她嫁不成嫁 怨恨爸爸吧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怨恨的 这种感觉也持续了很多年 一直到我高二的时候 就感觉就有点变化 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箱子在我家 两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爸爸的大门 我从箱子里的东西重新认识了我的爸爸 走进了他的世界 这个箱子是什么箱子 我爸爸当年他带回来的一只箱子 是这箱子吗 对 箱子里有什么呀 你打开给我们看看 这些都是我爸爸当年给家里写的信 还有他自己练书法的一些 他写的一些作品 然后还有像这些就是他的传课 他也会传课 然后还有课刀 还有他看的书 然后这是那个他以前看的书 他自己还在书上 这个一页上面是我爸爸做的批课 文化铺旅 然后还有吉他谱 这是一本吉他谱 所以我爸爸当年还会弹吉他 我当时就无意中打开了这个箱子 我看见这些东西 当时真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跟我家在农村嘛 我爸爸有这些东西 我特别好奇 然后就去问我奶奶 然后奶奶就说 我爸爸当时就是个特别有文采的人 他会看书 而且特别喜欢书法 从小一直练书法 字写得很漂亮很漂亮 他还会弹吉他 自己学的弹吉他 当年还送给我姑姑一把 其他还亲自教我姑姑 这改变了你对爸爸的看法吗 这是你找他的原因吗 而且我还在这箱子里 发现了三个秘密 三个秘密 对 这三个秘密对我很重要 能说吗 可以 第一个秘密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的亲妹妹 你还有个亲妹妹 对 我从我爸爸写给我奶奶的一封信中 就偶然得知我还有个亲妹妹 当年的时候 因为加上我妹妹 我们家就有三个孩子 但是当时家里条件实在是很辛苦 送人了 对 我心里我爸爸就说 他当年是亲手哭着把我妹妹 送给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亲戚家 然后当时就发现这个 我竟然还有个妹妹 就是送到亲戚上了 对对对 现在跟他关系特别好 但是我不想去打扰他 去告诉他 我特别感激我爸爸 就竟然给了我这份额外的亲情 这是第一个秘密 第二个呢 第二个秘密就是 我在箱子里还发现了汇款单 就当年他们圈里就是 你说嘛 那你爸爸丢下你们家 不管了 都没有给你们家汇过钱 不管你们 但是我发现 就是爸爸当年是给家里 一直在寄钱的 就我奶奶后来告诉我 他出去打工那么多年 当时他一个月 大概也就一千八百来块钱 然后他每一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一千五百块 一个人就一个月剩了三百块钱 一天可算下来只有十来块吧 十来块 我觉得他还要吃饭 他当时肯定就生了病都不敢去医院的那种 这是你的第二个秘密 对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就是别人口中的那种 传说中那种 不养家 对 第三个秘密 第三个秘密就是 当年我妈妈跟我说的那件事 让我对我爸爸的印象就特别不好 我觉得他对我妈妈当年是不好 如果年扔几毛钱那个 对对对 但是我在箱子里就发现了很多 我爸爸给我妈妈写的信 就有一封就随身带着的 我可以念一下 好 爸爸的字还真是不错 就爸爸说 因为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很清楚这两个字的意义 以前我欠大家的太多了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内疚 我只有用行动弥补我的过失 我会用行动来证明 我徐小龙是孝顺的儿子 是疼你爱你的丈夫 是关心孩子的爸爸 夫妻之间需要理解与沟通 结婚几年来 我自知有很多地方很对不住你 过去的历史是没法改写的 也没有改写的必要 我只是希望今后我们能 相敬如冰 白首偕老 看完这封信我就特别感动 我觉得当年我爸爸对我妈妈 还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就是这个箱子 让我对我爸爸很好奇 也很崇拜 我就特别想找到他 而且就是之前 我觉得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爷爷奶奶 还年轻嘛 然后他们在我身边 我大概可以代替我的爸爸妈妈 但是后来就是长大了 我就发现 就其实我对爷爷奶奶 不会像是那种 对爸爸妈妈的依靠 我更多的 我觉得就是我替我爸爸 再照顾我的爷爷奶奶 我觉得如果就是所有的孩子 在成长路上 就是大家一起往前跑 而有的孩子 就是他们爸妈妈在旁边 给他们加油 然后跌倒了 把他们扶起来 但是我 没有人给我加油 而且我身上 背着我的爷爷奶奶 我从来不会往回看 因为后面没有人 好孩子 我那时候也特别紧张 我的孩子出入太多了 别人的孩子 有父亲 有父亲 有妈妈 有妈妈 爸爸对他 我们的孩子 只有爷爷奶奶对他 我的孩子太可怜了 我的孩子太懂事了 没有对手 我和他爷爷 流过一粒眼泪 这个背景的 无怪在哪里的事 就可以忍 我的事情就那么懂事 妈妈去海口以后 回来过吗 妈妈她去海口之后 又过了两三年 她就自己也成家了 然后回来 你才没见过她 她跟我平常打电话联系 她有时候会回来 但是我见我妈妈 大概就是三四年见一次吧 你也没想过找妈妈 我觉得就是我妈妈 她现在就已经有了 另外一个家的 她也有一个孩子 我觉得我不想去打扰她 打扰她 平常她跟我打个电话 我觉得就足够了 这么多年 就是爸爸对于我来说 就是箱子里的爸爸 然后妈妈 就是电话里的妈妈 春瑞多懂事儿的孩子 我知道你会不会有一首歌 就是挪大佑的李的样子 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的 孤独的孩子 你是造物的恩宠 有的时候孤独会陪着你往前走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 有不一样的感受 你可能打开这个箱子 你看到你父亲 年轻的时候 爱音乐 爱读书 爱生活 以及他对于生活 以及对于美的很多的改变 你可能也理解了 父亲的孤独 你可能也理解了 你父亲和周围人相处的 某些都不容易 他只能以他的方式 来爱一个家庭 那么现在你把这种孤独 重新去理解和放大以后 你会知道同样的爱 所以我觉得你比你父亲 更坚强的是在于 同样有梦想 你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能够把家的梦想也实现 我觉得他还实现了 父亲的梦想 今天你能考到六百多分 他无论在何时何地何处 他都会为你高兴 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肯定会回来 我实际上觉得 这个儿子应该回来 不是因为女儿 是因为父母 哪有几十年不见父母的 对吧 回来无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再有家了也好 没家也好 看看母亲 看看女儿 这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 没错啊 妈妈如果见到儿子 你会怎么说 我想打他那样霸道 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你们判断可能是什么原因 抛下父母这么多年不跟家里联系 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因为当年他走的时候我特别小 我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有这个疑问 我就觉得他这种行为我真的没法理解他 妈妈可能有猜测吗 有 什么猜测 我们那村 我们那村的农村吧 有这种抛育性啊 就是说他们两个非熟了 我看你以后就是就是那种感情 有那种眼光 我对儿子 我说 妈妈 我婚里不是个人 我荣誓不自由 不见你 你没聊人家和我的孩子 我说的 儿子 妈妈和爸爸 不求你 你婚这个人呀 想说你在外边大楼上学也行 妈妈和爸爸不要你的钱 你就每年回来一次 你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和你的孩子 就渴了 从那以后就是没回来 你恨他吧 恨倒是恨还是心疼 心疼啊 就离家出走之前你的孩子 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吗 特别懂事 特别孝顺的我儿子 每一次在这个时间中打工 那个在这个酒店的工作吧 回去以后 就是妈妈妈妈 你不要做饭 你你坐着 我爸爸你没坐呢 让儿子给你们坐着吃 妈妈好吃鱼 好吃鱼啊 我儿子没念就是这样的 就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我们古人说修身齐家 这个箱子看到了爸爸的修身 但是你和你奶奶站在这儿 证明你父亲一点没有齐家 他这个父亲呢 确实是不负责任的 他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强烈的 因为孩子非常小 而且父母年迈 他就这么多年 然后跟家里是没有联系 也不给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实际上也是违法的 因为抚养子女赡养父母 是每个人的法定的义务 这个小孩懂事让人心疼哈 你现在学费谁给你付 我学费大部分是我爷爷奶奶付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种地的钱 卖粮食的钱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让人心疼 这么好的孩子 在这种环境下 努力学习 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 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 对吧 来 领着去找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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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Honi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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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很坚强 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 渴望依靠 渴望爱 所以小莹 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 他愿意把他的怀抱 把他的肩膀给你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来 妈妈请 把妈妈请过来 妈妈很年轻 妈妈为女儿感到骄傲吧 骄傲 骄傲 这是妈妈吗 几年没见妈妈了 两年都没见妈妈 女儿特别棒吧 为她骄傲 暂时没有抱她找到爸爸 怕她难过 让你过来安慰她一下 是的 你平常知道孩子这么沉重的心灵吗 不知道 她也从来电话里没跟你说过 对 她都是感觉到她很阳光 很开心 我不知道她生活的也是很苦的 孩子老是背后偷偷地哭 做妈妈的多给她一些关心 去年我要叫她去海口那边 住了一段时间 她不想在那边 不想在那边 在那儿回去了 今天见到妈妈想到了吗 没有 没有 也挺高兴的 奶奶看到儿媳妇 心里也是安慰了 多关心一下 伯伯 也都不容易 好儿媳妇 伯伯 伯伯这不容易 伯伯说这句话 不容易 谢谢妈妈 把她两个照顾这么好 对呀 妈妈真是不容易 今天我的儿子不成亲 我那好我媳妇不知道真心 真的可以感谢妈妈 还有爸爸 对她两个小孩 照顾得这么好 女儿把箱子扣好 临着走吧 相信我们 我们会知道你的心愿 会想办法有一天 满足你的心愿 把你爸爸送到你们家去 好孩子 临个奶奶走吧 还有妈妈 我们祝福这一家 谢谢明天老师 我们要照顾吧 不谢奶奶 奶奶辛苦了 谢谢老师 好再见 这位19岁的女孩 我们以她为骄傲 母女相见 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 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 臂膀和怀抱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一直找下去 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 我很开心 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我从来不知道 小英这么多心事 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 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 直到找到为止 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 给她一个19岁小孩 应该得到的爱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 继续寻找箱子里 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 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我对不起 她也认词